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某种类似于像传销一样这种讲座 它让我引起来一个现在很多传销那种成功学 包括那种让女的手辅导 有很多这种训练班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思想资源 精神资源很有意思 你知道吗 他们经常讲的似乎还是一种混合的东西 比如说家长来背三字经 三字经就是守孝帝赐建文 人之初性本善 然后我们要兼职思想基本原则 要学习习主席的号召 然后跑步的时候 他可能一边跑一边念阿弥陀佛 他就好像这么一些混乱的一些思想资源 似乎就能对人进行精神控制 这也是一个前沿 就是说到底哪些是思想资源工作 哪些是教育 哪些是教化 哪些是属于洗脑 这也是一个前沿 这个界限不太好分 你注意这个界限不太好分 比如说谎话重复三遍就是真理 重复千遍 你不是有些传销我去过 我也是为了社会调查吗 那传销就类似于邪教 它就让你比如打断 叫做打破你的自尊心 让你趴着里也学狗教 汪汪汪我是狗 汪汪汪我是狗 为什么 因为你要传销你要杀熟啊 熟人啊 熟人 你得想我怎么能杀起熟了呢 我得把所谓礼仪廉耻那个耻 我得变成所谓无耻 那么无耻它也是一个一个一个颗障碍 因为人都有齿啊 简单说脸红了 它不就害羞了吗 我不能让你脸红 所以它就训练 我一看 这不是跟他邪教差不多了吗 头可断 血可流 我真主不可丢 我就绑上自杀的腰带 我就粉身碎骨 前边粉身碎骨 后边前部后界 前边炸的去 后面接着上 现在这恐怖主义很厉害啊 对不对 你说他要命 他不要命 原来我们宣传嘛 一无怕骨二无怕子 人家就是一无怕骨二无怕子 但是他价值观不对 我们一无怕骨二无怕子 是对 是为了人民 对吧 您全都得回来 对对 他们是为了上天国提前见真主 天国就是所谓的 有好多处女等人 你来这个 你知道吧 你这就是属于 所以这是威胁到世界的 和平的一个大事情 就是所谓反恐吧 我有一个朋友叫慕容雪村 他不是写了一本书 叫中国少了一味药 就是讲他卧底传销组织的过程 他大概卧底了在21天左右 他说从那之后 我赶紧跑了 以他这种是带着目的的 而且这么有思想的人进去 他说我如果再待下去 我就被洗脑完成了 他都能被洗脑完成了 对 他就特别特别恐惧 就像周老师说的 他怎么有什么手段呢 我觉得你息息我试试 那不一定 这不好说 因为它是有共通的规律的 比如信息的完全的闭塞 对 把底线的给你抽掉 让你进行 就是你特困 就是你疲乏疲劳吗 就是你的脑子会疲 因为有人在你耳边 24小时的在传播一种理念 你最后就 完全就失去了那种辨别能力了 就是 而且你如果出去的话 这两个人跟着你 你还不能跟别人说话 你的银行卡什么卡要全交 所以就是这种 我觉得按步骤性的 这个洗脑式的邪交方式 是应用到各行各业 尤其是在中国 为什么有人自愿还掏钱 愿意交出自己的自由呢 他就会 有的人是被骗进去的 就是说你跟着我去听听课 咱们你看你 你的生活挺苦的 发财这么慢 一个月就两千块钱 你跟着我做一红宝石经理 一个月三万 他有这种发财的这种念头 那另外一种就是 他就是被骗的 就是你跟着我去看看吧 有什么 就是到那之后就出不来了 就是我是听说 有的年轻的 我听到讲过 最后拿一菜刀 如果不让我出去 我砍了你们再砍我自己 那些传销组织说 这个人呢 就是不可调教 这个规划他的成本太高 还是让他走吧 就是他讲的非常对 就是首先就是屏蔽 信息屏蔽 所以中国有句话叫 坚听则明 偏听则暗 我们党有一句话叫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 文者足迹 有则改之 无则加明 对不对 因为我们党的观点 就是你有知情权 你有表达权 对 监督权 还有选举权 你的表达权是很关键 而且你得有知情权 所以为什么刚才你说 那个医生吗 医生的道德 就是医患 最基本的道德 知情同意 就是你是医生 我是医生 你是患者 在这个问题上 我是强者 你知道我治病来了 我得告诉你 我跟你治病 得追求你的知情同意 也就是你得对称 所以为什么我们把这个 这个自由 把它写到社会论 和价值观里头呢 就是这意思 自由的意思就是说 你自己走 但是你自己得负责 自由的前提 你心里得对称 你什么都封锁信息 你像传销 传销它就封锁 不许你给他打电话 不许你听不同意见 所以必须得听不同意见 你说的太对了 周老师讲的就是 那天精神病学家 他讲的 他为什么说 林怡的网界中心 他就说这是洗脑 他说洗脑 和教育 一个很关键的区别 就是洗脑 你不能表达不同意见 但是教育 甚至说到中国的教育大学课堂 和外国大学课堂的不同 你看西方式的似乎更注意 你要提意见 甚至你可以有不同意见 甚至有些时候 那个老师啊 甚至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拿来 这个整个这个课上的 就跟个讨论会一样 教育会让人去 他的目的让人文明化 而洗脑和邪教的目的是 让你愚昧化 就只有愚昧的人 才容易被人操纵你的大脑 所以你会发现 不管是杨永信的 还是别的这种方式 他的一个先天的条件是 不管是用电机的手段 还是用隔断信息的手段 还是给你什么轰炸 24小时轰炸 就是让你的脑子不转了 这个不转了的 这个学术化就是愚昧 不是这个我想 大家请教一下你们两位啊 就是比如说 您刚才说思想政治工作 这个我们应该承认 人都是有缺点的 对吧 我也要追求进步 对 我要改掉我的缺点 我要不断的进步 这是正面的积极的 但是呢 你要不要打碎过去你的自我 让你的人格解体 然后呢 你重新在我的教育下 你变成了一个新人 似有新人 对吧 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这两件事之间 该怎么分别 所以说党的方针政策 叫改革开放 或者叫开放改革 是吧 你想开放什么 叫扩大开放 首先中国的城市 对中国的农村开放 农民工可以进程打工了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中共中央1982年 一号文件 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程 原来不许你进程 你今天叫盲流 盲流叫盲不流动 盲流跟流氓差不多 得着跟你收钱送回去 那你说农民能不愚昧吗 第二个是中国向外国开放 特别是去年 去年你都知道 我们出国游 出境游 一亿二千万 所以说开放 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 你还能关吗 你关不了了 你比如说手机包括微信 你还能关吗 你现在要说不许用手机 不许用微信 马上这些天津人 就上大街了 我告诉你 您的意思说 开放可以对质愚昧 对 当然了 因为你开放 你就什么都知道 我们叫监听则明 比如说 咱们做过一次节目 你说反 我说反者道之动言 那是意境说的话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你注意 你火箭 你往下喷 你才往上升 你喷着飞机 你往后喷 你才往前走 而且作用力还等于反作用力 所以为什么发达国家 对我反对党呢 你是执政党 我挑你毛病 老百姓是裁判 老百姓说 我选民进党 台湾选民进党了 这次美国也是 一个共和党 一个民主党 一个希拉里 还有一个叫川普 干呢 对不对 你们俩变呢 你们俩 我们老百姓是裁判 为什么叫监听则明 什么叫发达国家 什么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由民主 就是这个富强的 这个民主的 文明的和谐的 民主为什么放第二位 就是我让你们这些领导 分两拨 答 我们老百姓挑 我们老百姓不知道谁好 但是我们知道谁比谁好一点 对不对 我们就知道希拉里可能现在的 据说他的选票50%多一点 那你剩下的川普就不到50%了 你差分两 严格说你差一个人 你也不行啊 就跟这个欧洲脱欧似 欧洲脱欧不就差两百分点吗 对不对 那就是说经过充分的辩论 你说我脱欧 我说我留咱们投票 没差多少 周老师的这个回答呀 经常让我忘了我的问题是什么 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 从它诞生一开始 它其实就不是为了让你开放的 它是步调一致听指挥 就是是为了增加战斗利用的 就是让大家组合成一个集体 劲往一处使 去打败敌人 是在革命时期产生的 对你的思想进行约束的 比如说不调戏妇女 不拿一针一线 这种简单的这种东西 是告诉你 实际上它就是让你给凝聚起来的 所以这个思想政工 它的原理 像周老师说的 它跟很多的宣传术和教化 它实际上是一致的 它的方式就是 你注意它得有自信 你不是说在延安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解放区的天 是晴朗的天 你不信你来看了呀 当时北京很多知识分子 大学毕业生都跑到延安去了 干嘛去了 人家知道这个国总区腐败 到了延安 人家不腐败 包括美国记者 包括美国的什么将军 他们都去 他们为什么后来美国支持 这个共产党啊 它有原因呢 就是我有自信 你来看了呀 我延安 我都是基本没有多大差别 对不对 包括邓小平这开放 开放不让你出去看去呀 那个是过来看 开放是出去看 对 开放你 外国人也可以来 你不是台湾人也可以来 叫大陆所谓的 双向直飞波罗地 或者叫做自由行 不让你看呢 这就叫细心 能看的都让你看 现在咱们讲三个自信 后来习主席又添了一个自信 文化自信 你让人看呢 解放区得天实名了 对了得天 但是现在的 那个地方就是手有 对 有些地方你没有自信了 比如你腐败了 你就不敢让人看 哎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吗 不喜欢了 是吗 不是 那可是他变了吗 这会变什么 什么叫变政方案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刚才咱们这个周老师讲的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是吧 这个实际上恐怖分子的也可能 也有可能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但是价值观不同 价值观不同 所以目的 所以呢 有些时候呢 这个一些基本事实啊 如果出现了出入啊 就会出现让人很尴尬的一个结果 对 你知道这两天又有一个挺尴尬的事 说起来呢 这位仁兄啊 还曾经是咱们腔腔的这个嘉宾来过 就萨苏 你知道吗 萨苏 对 在这 我看他这刷屏啊 是本来说的是啊 我看北京电视台播的一节目 那家美女主持在那都哭呢 感动 就是说啊 呃 当时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 日军32架飞机轰炸成都 在提前得知中国空军 以全部阵亡的情况下 派出了 日本派出了摄影师拍摄一部宣传片 不料 这个时候突然看到一位中国飞行教官 驾驶着落后的飞机 就像赵子龙一般天神下凡 杀个几进几出 甚至不惜与日军撞击 同归于尽 这位教官日记上留下了一句感人的话 说 我的学生都战死了 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 好家伙 但是呢 有一些人呢 提出了很多个参考的这个依据 就是说啊 作家萨苏陈述的这一段啊 日本战地记者巴木和小柳参加这次轰炸拍摄 实在 具体我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去网上一查就有啊 总之呢 质疑者的结论说呀 萨苏搞错了 就是说这个基本事实啊 好像呃 并不如是 是呃 实际上呢 这个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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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军当时呢 13架飞机迎战 6架飞机受损 击落日军 一架轰炸机 未能阻止日方轰炸成都 飞行员里边确实有一名教官 名字叫赖迅延 他呢 是1981年1月7号才逝世的啊 然后呢 这个又查了日军的一些什么 就发现这个呃 所说的啊 好像有出入 跟很多东西有出入啊 所以呢 这个 这位这个这个质疑者呢 他就说 我的学生都战死了 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 这句感人的话的原形 是在哪里呢 原来是在跟我们相反的一个价值观 说 日本电影荣获 包括最佳影片在内八项大奖的 日本电影叫永远的灵 我不知道指不是指的是不是日本的灵式战斗机 就不知道是不知道是不是 说在这部电影里啊 教官 日本的这个神风感死队的教官 看着自己教出的孩子都在自杀式攻击中逐渐死去 最后决定自己也交了志愿书参加自杀式袭击 那么其实这个电影也有现实版 就是有原形 现实版我的学生都战死了 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是谁呢 是日本联合舰队第三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宇元禅 当时1945年8月15号 这个天皇不是宣布投降吗 投降呢 这个人呢 他就觉得我的很多战友弟子们全都战死了 我也不活了 日本当时很多遇碎 然后呢 他就在他的日记里留下 你们死了 我也要随着你们的脚步 于是呢 这个宇元禅说 每次为神风特机队员送行的时候 我都在心里说 我不会只让你们死 总有一天我会踩着你们的足迹 奔向同一个战场 所以呢 在天皇讲话宣布投降之后 他领着一些人呢 就升空 到了美国军舰上空 但是因为日本已经投降了 他不能违反天皇的命令 所以他就是一种示威性的盘旋 盘旋之后 最后等于自杀式的栽在了距离每件 一公里的这个海滩上 据这位考证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 于是这件事呢 就让人觉得有点似乎有点那个不舒服 你们怎么看 这个欺骗了我的感情啊 就是我不能评价 这个是萨苏是主观故意 还是弄错了 还是 但是我真的很认认真真的看完视频之后啊 我还专门搜轰炸机跟战斗机谁厉害 一个战斗机干32个轰炸机胜算多少 哎 真是得出一些这个合理性 比如说 轰炸机它主要是大笨嘛 它就是往地面攻击的 而战斗机其实是宫中打仗的 对 所以呢 中国的教官在如果是突袭 就像这个瓦钢寨突袭敌营一样的 我刷刷刷一两分钟之内骚扰一下 我跑了 嗯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对 所以我在 我就说服自己相信这个 那你现在告诉我 这是个假的 让我心情很沉痛 我也不 我也需要向这历史学家们去去印证咱们这提出质疑 对对对 我就说这位萨苏的质疑者呢 他查了很多资料 他说像这个赵子龙般的这个天神下凡的李教官 在此次空战中并不存在 后来看到中国梦想秀节目中自称历史福尔摩斯的萨苏老师 好像说发现了自己之前说看了见过家人 看了日记却不知道姓名的这个逻辑硬伤 说他已经考证出这位李姓教官的名字了 叫什么呢 李向阳 这个这是恶搞 这是恶搞 这是恶搞 对吧 李向阳这名字 对对对 他有一段说的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 这个抗日英雄还是可以讲 他的意思就是说 抗战中空军有很多货真价实的英雄 我们完全可以正大光明的赞颂 对吧 他的意思是为什么做一个假的故事 比方说他说813抗战爆发 第四大队的中校大队长高志航 在杭州上空与日军木耕金航空队激战 打出零换六的战绩 814空战大街 名震中外 最后制航牺牲了 他的飞行队被名为制航大队 1938年陈怀民 他还是2001年的王伟 对吧 这就是当年武汉429空战 陈怀民击落一架敌机后 跟日军王牌飞行员洪武士高桥现一 撞击同归于尽 他说这些英雄是可以光明正大的歌颂的 这个你从我们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简单说就是缺什么腰什么 对吧 那么你拍了好多抗日神剧 神剧没事 这老百姓觉得这有点荒唐了 那么原来你要宣传空军 那是国军的空军 因为共军那时候没有空军 对不对 而那一直这么宣传的是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打败了日本狗强盗 消灭了蒋斐军 对不对 现在你发现打败日本狗强盗的 有八路军有共军 但是也有很多的是国军 这你就不好办了 所以说这些人他是非常狡诈 我当时首先的一个反应 就是我想起在1976年1月8号 周恩来总理逝世 有一个人编了一个叫总理一言 全世界的大传媒都给欺骗了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这写的真好 后来调查来调查去 据说公安部大案 据说调查事宜 而且没有集团 原来认为他有集团 后来发现就一人 那小子应该说挺聪明 而且他对社会心理的掌握很到位 所以他就编了一个总理一言 我印象特别深 所以现在你在网上看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明白 有人说 邓永超日记 有人说胡锡涛讲话 你得好好辨别 那是不是很可能是人家冒着他的风格 根据你们的社会心理的需求 人家编的 我跟你说这种小人精可不少 你都不知道在哪了 很可能根本就不在北京 所谓的人家在一个穷乡必扰 人家就贼聪明 突然就编一个 你像这也是 这家伙 这个轰炸机 你没有战斗机的护航是不行的 因为你基本 你的很笨嘛 对不对 人家日本的情报说 你们的战斗机不都完了吗 还有一架教练机就上去了 所以说就给你们打下来 可以 他符合这个心理 所以谣言 王宝强 王宝强的事为什么这么厉害 王宝强的事说说 为什么呀 他也是缺什么要什么 王宝强是一明星 完了几年之内就发大财了 取了一个漂亮的鸡 结果又红权出墙了 其实这种事在演艺界 是吧 那是没什么可说的 多了去了 你想一下 对不对 就这个所谓战斗机这事 在微信上 或者在网上传 非常的广 很多人都上当 热泪盈眶 和你看看 他就不明白 所以我就一再的推荐一本书 叫命好不如习惯好 就是从小 你要教你的孩子有好习惯 小的文明礼貌 蒋远生 大的是思维的习惯 在既不能证实 也不能证伪的时候 存疑意 这是好习惯 科学精神 对 这就是精神 科学精神 对不对 你想现在的网上也开放 你想封你也封不了 什么消息都有 你就得什么就信什么 那边狡诈的编手 他就适应你的社会心理 他知道你现在缺什么 缺什么我就写什么 很多人都热烈盈眶 你可注意 这个事情 还不是一般的人 都是高级知分子 是 咱们现在去广告 枪枪参业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所以说 这周老师刚才讲的 是威严大义 就说这个国家荣誉 爱国主义 可不可以出了 这个实事求是的圈 对 这其实是这么一个理性的圈 你比如最近 我还有一个朋友圈 也是刷屏了 写的很沉重啊 就是你知道当年 跟女排几连贯 同样的激发人的 爱国热情的 就是说长江漂流 对 当年的长江漂流 你记得姚茂书 就牺牲长江漂流 牺牲第一人 对 就当时有个美国人 要漂流长江 跟这个国家体育局 体委做申请 听到这个消息 豪家和中国人民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明明这是没有不靠谱的 这姚茂书就飘 最后葬身长江 然后到最后 搞成这个洛阳队 四川队 跟这个美国队 就是说中国人 一定不能让他 先漂了长江 所以呢 在这缺乏训练 缺乏保障的情况下 最后送出了多少条 11条人命 超过10个 超过10个 去那个虎跳侠的时候 看他那个 长江第一漂 经典馆里边 他每个摊死了几个 哪个摊死 总共是超过10个人的 而且其实美国的 漂流队好像也有 也有死的 美国漂流队也死了 也有死的 美国漂流队半突而废了 最后呢 还真是中国人 长了中国人的威风 就是这个洛阳队啊 漂流什么成功 其实他们是跳着漂 也没有漂全城 对对对 然后呢 到了武汉 到了上海 在沿途欢迎啊 哎呦 那家伙是英雄一样的人 但是后来中央叫停了 就为什么叫停了呢 就是因为接下来 就说漂黄河呀 对 他不科学 觉得漂黄河 清清清又出人命了 那个时候好像就是说叫停了 那一段呢 就是有点像抗日神剧啊 但是我们不能质疑 那个时候的崇高的这种热情 这种爱国热情 什么叫自我感觉 对 就是包括杨茂书 中国女排张海迪霍原甲 这个陈真霍原甲 对 浪奔浪流的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说 一股民族主义思潮 对 民族自豪感起来了 对 中国人不是东亚并富 对对对 他是实际上就 从一个特别鸡贫落后的时代 在慢慢的往上走的时候 涌现出来的那种情绪 他就跟现在这个时候 就是为了就是啊 说是我们中国人 打败了日本人 来进行一些造假啊 这个是原理上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他的出发点 可能是还是 也是我的内心的民族激情 自豪感和民族主义在这做 那但是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假的 那我觉得抗日神剧本身呢 它是一个娱乐节目 我们批评他 讨厌他 反正他就这样 如果是学者在论证 如果是一个书 教科书啊 或者说严肃的一些机构 在编造一些假的故事 来论证啊 我们是优越的 我们确实打败了对方 那这个是不可原谅的 哎 周老师你说过去 我们搞宣传的 我们都知道 就是在叫基本事实 无误的情况下 为了宣传这个英雄人物 可以适当的虚构一点 有些戏剧性 可以写的戏剧性一点 让人更加容易流泪 对这种修饰 您怎么看 绝对恶劣 因为我们党优良传统 就是实事求是 我们人民大学那门口 那块石头上刻着 实事求是 对 对 对 党校门口也刻着一块石头 实事求是 就是说不增不减 对 英雄事迹 一点不能夸张 所以三十龙年以前 邓小平有一句话 叫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直向前看 在三十龙年以后 我们的习主席讲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团结一致向前看 为什么 因为这句话 毕竟说了三十年了 再加了一个与时俱进 但是你可注意 这句话的精髓 就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不能变 什么叫你虚构 你说我是电影 我是小说 可以虚构 你是纪录片 你就不能虚构 而且关键 你还得信息得对称 信息不对称 就是瞒和骗 瞒不告诉你 骗告诉你 假的 最恶劣的事情 所以说他们有人说 治理一个国家 治理一个单位 治理一个家庭 四个字 实事求是 用劳僻的话 就是良知常识 常识良知 没什么高甚子 比如说 有一个作家叫魏维 他不是写了一本书 叫东方 我小时候看的 说一个连长 站在山头 跟一个飞机对峙 这个连长用步枪 把美军的飞机 给干下来 我觉得你放在 小说里边 也还行 但是你要说 金正恩用步枪 还打到月球上去了 把美国的宇宙飞船 给打掉了 那个东西 我看他网友 说咱们要探测太阳 表面温度就六千度 网上去 网上凉快 网上凉快 这是段子 这是段子 网上凉快